此時隊友抓了波水的擴大優勢 我們靠中卡人 阿萊跟小青被我點到下路攻 那我們這邊就是手 別丟了隊友創造出來的節奏 隊友繞上來 我們就做個誘餌 把小青騙出來帶走 隱藏視野等待時機 這時一個借位接死阿萊後 跟隊友溝通 帶線分推 戰略性壓塔 多打掃變得非常重要 後期敵方有寶牌的安奈特 跟強控的阿萊很不好打 必須在前中期拿到足夠多的優勢才行 但不出意外的話即將出意外了 這波由於安奈特屏障化解了我一切三的進場 小青也一順完美combo 因為陣容關係敵方控制技能太多 我們只能等他們失誤反打 形勢開始反轉 狀況已經不對了 亥牙也已經成裝 基本很難連到他 這裡開始我們